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学识plus》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医生教你美的惊人力量》这本书。 美,化学符号为MG,是一种氢金属,广泛应用于汽车、飞机、电脑等各种工业产品中,也用于药物治疗许多疾病。 此外,美不仅对人类重要,还在饲料和农业肥料中作为必要的营养素,支持植物的生长。 是一种在多个领域应用的矿物质,然而对许多日本人来说,美这个元素可能并不熟悉。 因此,今天我们将详细介绍美是什么,以及摄取美对健康的影响,带您更深入地了解。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。 第一,现在人所需的营养素,美是什么。 第二,美不足引起的身体不适。 第三,美的神奇力量。 首先是第一部分,现在人所需的营养素,美是什么。 美是矿物质之一。 提到身体所需的营养素时,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蛋白质、维生素等。 但矿物质也是五大营养素之一。 人体所需的重要营养素。 美在矿物质中,核钙、钠、钾并裂,是每天需要摄取超过100毫克的七种必需矿物质之一。 美主要用于构建骨骼和牙齿,帮助神经传导和肌肉收缩,控制血压,深刻参与身体功能的平衡调节。 此外,美还参与350种以上酶的活化,支持各种代谢反应,是实现健康长寿的必需营养素。 然而,在每天需要摄取100毫克以上的矿物质中,除了钙以外,美的关注度较低。 西方国家早早就设定了美的摄取标准。 而在日本,直到最近才开始认识到美的重要性,以及美缺乏问题的严重性。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美日摄取基准,男女各个年龄段的人群普遍摄取美不足,特别是20到49岁的男性。 尽管每天需要约350毫克的美,但他们的实际摄取量大约为230毫克,缺乏约100到120毫克的美。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美摄取量高于厚生劳动省的标准。 因此,日本人的美缺乏问题十分严重。 这个摄入量是针对健康成人男性的建议。 而患病者的美缺乏情况可能更为严重。 因为高血糖会导致尿液中美的排泄增加,美的需求量因年龄和性别而异。 因此,请务必查找适合自己的美摄入量并进行确认。 那么,为什么现代日本人会缺乏美呢? 大家可能知道,日本的自来水与国外销售的水不同,是含矿物质较少的软水。 因此,有人可能认为美缺乏是因为水的原因。 然而,最大的原因在于战后饮食习惯的变化。 传统的日本饮食以玄米、麦粒等杂粮为主。 杂粮饭富含纤维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特别是美,然而到了1960年代,白米成为主食,面包也逐渐增多。 美主要存在于米粒的胚芽和米皮种,但金白米中仅保留约20%的美。 战后,大麦和杂粮的消费大幅减少,导致美的摄入量急剧下降。 此外,精致盐也加剧了美的缺乏。 过去日本人使用海水蒸发后结晶的天然盐。 这种盐含有丰富的美等矿物质,是当时重要的美来源。 然而,现代的精致盐中已经去除了美。 大多数外食店使用的也是这种精致盐。 因此,如果外出就餐或食用快餐,过多的盐分摄入会增加尿中美的排泄,进一步加重美的不足。 因此,我们在不知不觉中,通过饮食习惯的变化导致了美的缺乏。 那么,未来如何补充美呢? 当然,日常饮食中积极摄取美是非常重要的。 尽管重新回到,以大麦、杂粮、海鲜和蔬菜为主的传统饮食很有益。 但坚持这种饮食可能比较困难。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食物,可以参考以下一些解决方法。 在日常菜单中,可以从这些食材中选择。 它们包括豆腐、抹茶、芝麻、海藻、蔬菜、香菇、昆布、纳豆和核桃等, 稍微改变一些饮食习惯,就能逐渐缓解美不足问题。 并外,炒、炸、炸等烹饪方式会减少食材中的美含量。 因此,尽量选择生吃。 即使经过烹饪,大部分食材中的美仍然可以保留。 所以,烹饪后也没有问题。 首先选择,还有天然苦涩盐的豆腐会比较好。 接下来是豆类,包括大豆、毛豆、红豆等。 豆浆也是推荐的选择。 最后是鱼类。 猪菜中最好以鱼类为主。 而不是肉类。 尤其是每含量丰富的鱼类有金枪鱼的赤身、鲸鱼、若鱼、青鱼、鲑鱼等。 然而,值得注意的是,不要只吃某一种特定的食物。 持续只吃一种食物会导致其他营养素的不足。 因此,要尽量将这些食材搭配食用。 保持饮食的多样性。 此外,像粗盐含有丰富的铁。 调味料和饮品也不能忽视。 建议选择富含矿物质的硬水作为饮用水。 通过食物和烹饪方式, 铁这种营养素可以补充进饮食中。 铁不足引发的健康问题和身体不适也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。 如前所述,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, 男性每天大约缺少120毫克的铁。 女性则缺少约80毫克。 换句话说, 目标应该是每天从饮食中额外摄入100毫克的铁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 必须在日常饮食中加入每含量丰富的食材。 改善饮食习惯。 在改善饮食习惯时, 最重要的原则是坚持。 如果改变饮食习惯太麻烦或需要时间, 可能会导致放弃。 因此, 可以有效利用便捷的矿泉水或市售的补充剂。 确保长期坚持。 如果使用补充剂, 务必检查包装上的说明。 遵循正确的用法和剂量。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。 美不足引起的身体不适。 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引起的生活方式并与美不足有关系。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, 美不足与二型糖尿病、 高血压、 心脚痛、 心肌梗塞、 代谢综合症等疾病有关。 我们将探讨二型糖尿病。 代谢综合症以及其他疾病, 如骨质疏松症和抽筋, 俗称脚抽筋与美的关系。 首先是关于二型糖尿病的内容。 近年来, 研究表明, 美不足会影响血糖进入细胞的过程, 导致胰岛素的功能减弱或者胰岛素分泌减少。 随着饮食习惯的改变, 日本人的脂质和卡路里摄入量一度增加, 且从富含铭的大麦和杂粮为主的饮食, 转变为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, 恰好与二型糖尿病患者增加的时期重合。 也就是说, 紧紧脂质和卡路里的过度摄入并非唯一原因, 食材的选择和营养的变化已与糖尿病的发生密切相关。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, 即使没有肥胖, 很多糖尿病前期患者也可能是由于美不足引起的。 这是非常可怕的, 美是强健骨骼和牙齿所必须的营养素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 骨质疏松症导致的长期卧床是常见的现象, 而骨骼的形成需要较长时间, 因此尽早摄取足够的美非常重要。 接下来是关于抽筋的内容, 你是否曾经在夜里突然脚抽筋, 或者在大高尔夫时突然脚抽筋而感到惊慌失措。 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抽筋。 抽筋指的是小腿肌肉的不自主收缩, 通常发生在夜间、 清晨、 运动过程中或怀孕期间, 伴随着剧烈的疼痛。 糖尿病患者也常常会遇到抽筋的问题, 导致抽筋的因素有很多, 包括寒冷、运动不足、肌肉疲劳等。 而矿物质的缺乏也是其中之一。 虽然足不抽筋的常见原因是钙的不足, 但实际上, 肌肉的收缩和放松需要钙和美两者的配合。 单独摄取钙并不能改善这种情况。 简单来说, 没有助于肌肉放松, 而钙则有助于肌肉收缩。 这两种矿物质保持平衡, 才能使肌肉顺利运动。 美不足时, 肌肉无法放松, 容易引发症状。 例如糖尿病患者因为尿液中美的排泄量增加, 更容易出现抽筋现象。 此外, 剧烈运动时美的消耗量也会增加, 导致更容易发生抽筋。 因此, 在运动过程中, 补充水分, 尤其是美, 显得尤为重要。 此外, 美还有助于舒缓情绪, 改善便秘, 预防尿路皆是复发, 减轻金钱综合症, 缓解孕涂等作用。 换句话说, 通过改善饮食, 特别是增加富含美的食物摄入, 我们可以预防多种疾病。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, 美的神奇力量。 简单介绍一下美欲的相关内容。 我们的皮肤可以通过吸收美来受益。 当你在热水浴中加入血盐及硫酸美时, 可以缓解疼痛, 减轻压力并改善睡眠质量。 你可能听说过这种效果。 油酸美, 它具有促进出汗, 改善血液循环和保温的作用。 常被认为对排毒有帮助。 此外, 加入美的热水, 可以去除自来水中的氯气, 使水变得更加光滑, 皮肤触感更好。 由于水层弱碱性, 长期使用能逐步分解毛孔深处的皮质污垢, 帮助你获得光滑美丽的皮肤。 此外, 美还可以促进角质层细胞之间结合的神经纤暗合成, 增强皮肤的屏障功能。 这一切对皮肤有极大的好处。 现在市场上有许多利用美的预言和预品, 大家可以根据个人需要选择合适的产品来尝试, 能够通过合理的饮食和护肤方式, 最大化美对身体和皮肤的益处。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,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, 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,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 在下次的节目中,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